来看一下 那这时候刚才跟大家说的添加元素的一个思路是不是就有了 有了之后我们就应该用代码来实现了吧 用代码来实现的话 紧接着就来看一下 那我首先应该要做的 是不是应该先把拿到的这个item先构造成一个节点呢 所以先构造出一个节点 它应该是nodeitem吧 这时候节点有了之后 我紧接着应该要做的 就是查找一下这个节点究竟放到哪个位置上面来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 在去查找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用到一个对列 所以有一个优异优异吧 那我们现在就不去写这样的一个对列的这样一个方式了 直接在二叉数当中 我们再去操作列表的时候 按照对列的方式去操作是不是就可以啊 所以现在有一个对列 这个对列的话 用来存放的就是用来存放的就是我们要便利的处理的东西 然后紧接着对列有了 我首先要做的应该就是把跟节点放进来吧 对吧 所以第一步 我这时候要把跟节点添加进来吧 跟节点添加进来 跟是谁 sif.root吧 对吧 那这一步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sif.root 这样一个写 在构造对列的时候 我就先把这个root是不是给添加进来了 紧接着 我要开始做了 怎么来做呢 我先从对列当中去取出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叫谁呢 我们把这个节点 比如说就叫做root root是不是起重名 不太好理解的话 我们把它就叫做 大家也理解为长度了 当前的节点可不可以 可以吧 当前处理的节点 那当前处理的节点 我应该是从对列当中去 读出来一个吧 对吧 读出来的话 我应该是从对头去读吧 所以从零当中去取 那这时候你想 我一开始追加的是一个跟 那我这次读出来的 current note 是不是就是跟的 对吧 好 读出跟了之后 我紧接着就要看了 看当前的这个节点 它的左边的这个孩子 左边的这个孩子 它是不是空呢 对吧 如果它是空的话 那我是不是正好直接把节点挂在上面 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current note 点l child 等于note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执行完成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退出了 对吧 紧接着再看 好 那 左孩子判断完成之后 如果说 看一下 如果它不为空 那也就认为它的左孩子是存在的吧 左孩子是存在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在之后再去便利的时候 应该去处理 这个current note的左孩子吧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加到对列当中 但是处理的任务 所以这时候对列里面就去追加了 追加 我从后面去追加 把当前节点的左孩子给它添加进来 这时候对于它左半部分就处理完了吧 处理完成之后 请接着再看了 看它的右孩子了 如果当前节点的右孩子 它的右孩子 它是谁呢 它如果是空的情况下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当前节点的右孩子 直接去链接到我的这个新节点呢 对吧 然后我链接完是不是就可以退出了 好 那如果说右孩子也不为空的情况下 那意味着我应该把右孩子也添加到 我之后要处理的这个对列当中吧 所以我看了一下 把当前节点的右孩子也给追加上来 对吧 那追加上来之后的话 对于我的current note 是不是就处理完了 处理完成之后 我是不是应该又从对列当中去取啊 也就是说又要执行第十九行这步吧 取出来一个节点 然后执行这样的过程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这里面得有一个循环 一直是执行这样的过程吧 直到我找到了真正的那个节点为止吧 对吧 直到找到了那个节点为止 那你想这时候的话 这个截止的条件是什么呢 截止的条件是什么呢 截止的条件 想一下 也就是说我的对列 只要不为空 我里面是不是就应该一直从对列当中取出来一个节点进行判断呢 对吧 我们这里面所执行的过程 它所依赖的条件 是不是就第十九行这句话 我要从对列当中弹出来一个元素 让我处理啊 那也就是说我只要我的对列不为空 我在十九行执行的时候就始终能拿出来一个节点进行底下的判断吧 所以这是咱们的一个循环的条件吧 我直接直接放在这可不可以啊 你想 这时候我在去取的时候 取到最后 结果发现从列表当中已经都取光了 列表变为空列表了 那你想这时候条件是不是从循环里面退出了 因为空列表的对于空列表判断逻辑值是不是就是false啊 一大false说不能进来了 只要你列表当中有一个元素 对于quick来说 对他进行逻辑值判断就是为真吧 所以我们可以把条件放为直接对列表的判断 那你想这时候的话 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就能够找到一个相应的位置去挂在这个节点了 对吧 那好 除了这样的情况 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 特殊的情况就是一上来你的根节点就是空的情况下 那我这时候再去做的时候 直接是不是就应该去进行把这个根就复制成我的这个节点了 对吧 那你看一下啊 如果是一上来是一个空的情况下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一进来先第十六行构造一个节点 紧接着第十几行 我把saf.root添加的堆栏当中了吧 那saf.root现在是一个空数 那这部分来说 它是谁 是none吧 none的话 你看一下 我对它进行操作的时候 空列表 不是列表当中有一个none值 那你认为它的这个逻辑判断到底是真是假呢 是假吗 我们说列表的时候 我们说列表的时候只是判断列表当中的元素吧 对吧 看一下 布尔的情况下 空列表代表的是false吧 那如果里面只是添加了一个none它还是false吗 不是吧 即使你里面这个元素代表的是false 但是我对列表进行的一个判断吧 列表当中只要有元素 是不是就代意味着是真的 所以我是不是又进到这里面来了 一真的话 你进时候你看 我从对列当中把none值给取出来了吧 把none值取出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对none进行了l child的操作呀 这是不是就出错了 也就意味着我上来就要进行的是判断吧 如果说当前节点的root 当年数的这个root 它是none的情况下 意味着是空数吧 如果是空数 我直接让self点root等于none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就可以返回了吧 对吧 那好 这时候那关于整个数的插入操作 咱们就完成了 插入完成 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刚才这几个过程能跟得上吧 好 那完成之后 我们紧接着来看数的便利了